我着急 我哥把酒店抬球房给租下来了 大家都在那边 我要去找一趟教练 你要是不着急的话 想不想去啊 你想让我去 我就去 小师妹 来了 师兄 今天这么早 小谷 我以为你至少晚上才来呢 嗨 我教练找我 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本来要去参加巡回锦标赛 但是六哥说让我们先过来这儿 估计是担心你一个人 自己参加职业赛 我教练呢 一直在等你吧 不过刚我看王教练 找他说聊点事 行 那我先去找教练了 那你 我在这里等你 好 我最多二十分钟 或者半个小时很快 了 好 好 别着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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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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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天天 請你 你好 打球嗎 我给你做这个 偶尔吧 也许的 进我们北城包厂的球房 按规矩 都是要走一杆的 斯诺克不打 九球 那 给他摆个中八 用九球的桌子 我 能进我们包场的地方 要么是自己人 要么是朋友 想做朋友的话就走一个 否则很难服众的 除非你说 你从来都不碰 完全不懂 那我们就不强求了 不是不打斯诺科吗 对 不打 不是 红球你们随便摆 五十球 有三次没有绕带 就算我输 他是内行吗 看出来了 面对我们这么多人都不慌 一看就是心里有底 手上有花 不要太温暖他 给他个简单快上 礼貌还是要 第二球 第三球 第三球 不过啊 当年啊 可惜了 福利不好 他成绩比你哥好了 又没拿到什么奖金 要是换到现在啊 能买几套房了 不过没关系 年轻了 前途无量 你男朋友啊 李清言正在里面和他逗呢 我去看看 怕什么 你那位占上风呢 他们 就是最基础的训练 不是真打 摆五十个球 一个个收 我说一样看着 那看来这位前辈 还挺关照这些晚辈的啊 为什么这么说啊 李清言他们大赛在即 如果真刀真枪的 一旦输了心态 那可就完了 这样摆球一看 就是照顾他们心态 这孩子还挺懂事啊 李清言 李清言也不一定输啊 他可是小冬哥的得意门胜 里边那位 可是当年能把孟小冬 摁在台球桌上大哭的人啊 我哥没那么弱吧 可以啊 兄弟 来晚了 没错玩热了 没什么热闹 简单做点训练 练练手而已 介绍一下 这是我教练 陈教练 陈教练 你好 林依阳 陈芳 他可厉害了 跟他全都进了 这位呢 也是来之前我才听说的林依阳 当初和你们六个 是一代的选手 怪不得 我就说怎么这么专业 幸会